大家好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上次我们讲到四种指形 手指的形态 分为方形 尖形 椭圆形和圆锥形 那么这四种的形态我们上期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这一期我们从男女的角度来分析这四种形态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像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是关注或私信 我们看这个四种形态分别长在男女手上 其所产生的意义却大为不同 假如说在男性的手掌当中是方形比较好 方形或者圆锥形或者是椭圆形 这种是较有男性的阳刚之美 独立心强 后这个活动就富有进取心 但是如果男性是这种掌形 尖形掌 那么则其人本身具有男性美将被破坏 是一位这个理想型的 心灵型的人 平时不但任性 而且后安逸 比较懒散 而且过于倾向于理想 完美主义者或者理想主义者 以至于常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 而有这种跟世界疏远的这种想法 这种男性在当今社会当中 在事业发展方面是必然受到一些自我的限制 自我格局的限制 因为你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 但相反 如果是女性手 手指是这种尖形手 这是比较优美的 而尖中带圆者是次之 女性有尖形手 必定是家中贤妻良母 善于处理家务 相夫教子 但是如果是方形手 或者椭圆形手 或者是圆椎形手 那么虽然我们不能 这个放开手掌上的感情线 跟婚姻线 不管 就不看这两条线 就看这个手指 断章取义的来定论 但是呢 八成以上的这种女性 有这个方形 椭圆形或者是圆椎形的 这种手指形态的话 是这个多有什么性急 脾气暴躁 这种缺点 身为女性的话 如果是有这些特点的话 将会使婚姻当中 有一段不愉快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婚前 有一些爱情上的波折 或者是婚后 夫妻间的这个感情 产生一些裂痕 甚至因为什么 一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 这个因为它比较急躁 脾气比较暴躁 所以说会影响到 婚姻的正常性 所以说女孩子 有这种手指形态的话 将会使原有女性 所具有的温柔美德 被破坏 这个是肩形手 对于女性来讲是最好的 其他三种掌形 都适合男性 不是掌形 而是指形 讲错了 不好意思 是指形 这种指形适合女孩子 这种三种指形 适合男孩子 就这个意思 这是四种指形的 男女之别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 面向风水发明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 片头片尾 或者是关注我私信 我们下期 再见